大家好 我是冠冠 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水果吧 今天呢 我就带来一种特别美味的水果 现在我们猜一下到底是什么吧 第一个特点 它是红色 第二个特点 它的脸上有雀斑 三个特点 它的头发是绿色的 到现在还不知道吗 那现在我直接把它拿出来 哇 里面还有白色 里面还有白色的果肉 真的好好吃啊 喂 哥 你到了 那你快进来吧 哇 朋友们 草莓的哥哥来了 哇 草莓的哥哥来啊 哇 真的好大呀 天哪 最少有六倍之大呀 简直不是草莓的哥哥 是草莓的爷爷 哥哥 你怎么变得这么大 昆昆 我可是爷爷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好大呀 都说浓缩才是金火 但是大了看上去也很美味呀 现在就一起去尝一尝吧 再尝一尝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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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 哈哈哈哈 好吃 真的好大一个 我突然有个想法 就是把这边 就是把这边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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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飞船 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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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吃掉了一个草莓飞船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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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平时是不是喝过很多关于草莓的饮料呢 但是那都是店里面卖的 所以今天宽宽带你们做一个草莓牛奶 准备了一个透明玻璃杯 还有一杯牛奶 还有一个勺子用来挤压草莓 放两个就可以了 勺子 搅拌搅拌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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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 就倒上我们的牛奶 哦 哦 哦 好 不能倒太多 不然草莓的味道就会没有了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整体的搅拌 草莓牛奶 哇 真的跟市面上卖的有一点相似哎 但是 我的果肉可比他们多多了 哇 哇 太完美了 朋友们今天我们吃了小草莓 还有一个大大的草莓 还有用大草莓制作的草莓牛奶 你们喜欢哪一种味道呢 在家里面也可以去制作哦 下次我会带来更多好看好玩的视频 送给你们 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